大家好,新加坡在10月9日创下了单日3703宗确诊后 接下来几天,数字似乎有所回落 进入了一个在3000点上下横摆的局面 这是否预示着新加坡的疫情就快下滑和结束了呢? 但从其他国家之前的数据来看,这或许没那么简单 如果疫情潮已经形成,从确诊数字刚抬头 经过高峰期再回落至低点 整个过程将费时半年至10个月之久 而且新加坡冠病单日死亡数字在10月14日 已经飙升了150%至一天15人一末 恐怕这也只会是一个开端 而且整个疫情潮循环期的长短取决于两大因素 那就是一,是否有人工干预的介入 那就是政府进一步收紧防疫措施 毕竟冠病疫情是个自然循环,它有一定的规律 若有必要,确诊数字被压制后就能舒缓病床的使用率 间接减少因医疗资源施警,所带来的不必要死亡 但相反的,整个冠病的循环期也会被拉长 原本7个月内能结束的循环可能会被拉长至10个月 但站在人道的立场,这无疑是个更正确的选择 其实,如果每天3700多宗的确诊人数已经带来近90%的病床使用率 政府肯定就要以更严厉的措施来管控病毒的传播 所以目前看得出,新加坡暂时已经有效地控制住了确诊人数的飙升 不然近九成的病床使用率随时将无法复合,急剧增加的病人 那将迎来灾难性的后果 接下来的因素就是 二,人群中是否有庞大的冠病康复者 如果没有,整个疫情潮的循环期也会更长 我在此强调,以上的论点都是通过许多国家的数据和图表总结出来的 要了解详情,各位可以看回我之前50多个冠病相关的视频 每个视频都附有资料链接、数据和图表 大家可以点击描述栏里的链接 或者是视频结束前右上方的缩影键 以进入相关的播放列表 好,另外一个值得大家注意的环节就是检测力度 新加坡在7月12号达到了最高单日检测数 一天进行了九万零六百八十六次的检测 但于10月11日,检测数一天也仅有六万零三百四十三次 下降幅度达百分之三十三点五 若上一检量不高,确诊数自然也不高 更无法精准反映真实的疫情状况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其他两个目前疫情非常严重的国家 希望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启发 这两个国家是俄罗斯和保加利亚 让我们先看看他们的疫情走势图表 首先是俄罗斯 Worldometer的数据显示 俄罗斯是目前全世界单日死亡人数除了美国以外最多的国家 一天就有约一千人染疫身亡 为美国的一半 以人口比例来计算 美国和俄罗斯的单日死亡人数相当 而且俄罗斯这轮疫情依然保持上升的势头 形势非常的严峻 但若以每百万人口的染疫身亡率1509人来看 和美国的2218人以及秘乳的5952人做比较 似乎还有相当大的上升空间 但其实只要人民疫苗接种率达六成左右 俄罗斯在确诊和死亡数字 或许再多上升30%左右 就会进入一个非常平稳的时期 但目前俄罗斯仅有31.4%的人民完成两剂疫苗的注射 而且进度缓慢 相信并不容易达成六成人口疫苗接种的目标 顺便补充一点 俄罗斯只使用他们国产的四种疫苗 当中有腺病毒载体疫苗 胜态peptide疫苗和灭活疫苗 所以俄罗斯也再次为我们证实了 即使混打了不同类型的疫苗 如果一个国家疫苗接种率不高 群体冠病康复者人数也不高 疫情依然会很严峻 目前俄罗斯一天约有1000人死于冠病 就相当于大马一天有222人一末 因此以比例而言 这也不算是世界上最高的数字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俄罗斯的冠病有效传染数 其数值为1.1 凡是高于1就代表疫情会继续恶化 下一期视频我们会来分析新加坡和几个国家的冠病有效传染数 所以我们对俄罗斯的疫情预测为 若他们的疫苗接种率无法再提升 确诊数和死亡数仍有40%以上的上升空间 不过一旦越过了这个临界点 基本上就会看到数字的滑落 接着进入一个相对长期稳定的后疫情期 就如目前的几个疫苗接种率不高的南美洲国家 如哥伦比亚和秘鲁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希腊和土耳其的邻国保加利亚 它的疫情和俄罗斯一样 进入了冠病第三波的急剧上升期 确诊数和死亡数字双双都显示了上升的势头 而且全国仅有19.3的人口完整接种了两剂疫苗 只有俄罗斯疫苗接种率的六成而已 所以很明显它的疫情在比例上较俄罗斯更严重 每百万人口染疫死亡率为3198人 比俄罗斯高一倍 但并非所有疫苗低接种率的国家 冠病死亡率都会像保加利亚那么严重 因为各国不同的防疫措施 人种体制和健康水平都会很大程度上影响这个数值 若以地域因素来比较 都处于中欧的匈牙利和保加利亚 他们的基本影响因素应该非常的相似 他们的每百万人口染疫身亡率也几乎一样 皆为3100多人 所以我们能找出他们唯一的差别就是疫苗接种率了 匈牙利两剂疫苗的接种率近六成 相较于保加利亚仅两成 结果他们目前的疫情表现却有天壤之别 匈牙利已经全面开放和不戴口罩近四个月了 确诊和染疫死亡数都依然控制在非常低的水平 所以这就证明了疫苗接种的必要性 还有混打不同类型疫苗的优势 好了希望大家能够从今天的比较中 获得防疫上的启发 这也一再巩固了我们这么多期所做的赤评 强调了几个防疫关键 那就是一 每个国家的人群需要有足够多的冠病康复者和天然免疫力 二 采用不同种类的疫苗 而且需要人口中一半以上的疫苗接种率 才能发挥最完善和最坚韧的抗疫能力 这是到目前为止最佳的组合 这个组合的国家就包括了匈牙利波兰和捷克 但冠病病毒的变异难以捉摸 将来的事也很难说 但在这近两年的考验中 暂时胜出的就是这个组合 他们能在经济开放后的环境下 持续三四个月 仍将冠病确诊和死亡数双双压制在低点 大家不妨对他们多一点关注吧 好了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回见 谢谢 再见